这香酥鸡腿在家里制作 如何做到外酥里嫩 焦香浓郁 同时还没有腥味 这接下来关键几个步骤 你看好了 做香酥鸡腿 一定要选择这样的鸡腿 大家能猜一下这是什么鸡腿吗 可以评论区给我留言 用竹签给它里外 给它扎下眼 这样腌制的时候便于入味 切点大葱花 切点姜 葱姜里面咱们来放点料酒 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五分钟 咱们起锅 干锅放入花椒粒 少放点小茴香 小火慢慢地把它烘出香味 烘炒后的花椒香味更足 烘焙好的花椒 给它放入砧板上 来给它擀一下 擀的不要太碎 擀成这种出粒的状态就可以了 现在来腌制鸡腿 标准的比例 打在咱们四瓶上方 来放点盐 放点味精 不断地揉搓 搓到这个盐基本融化 放入花椒 再来搓 咱们抓一把葱姜 垫在碗底 皮朝下 放入鸡腿 上面再放入一层葱姜 腌上之后 咱们封生保鲜膜 放入冷藏冰箱 给它腌制六个小时 香醋鸡腿这道菜 它的特色就是两个字 香酥 它通过先腌制 再蒸制 最后再炸制 这是中餐香酥鸭 香酥鸡菜肴的 一个特别规定的步骤 因为香酥鸡 香酥鸭 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这是一道传统菜 这样的菜为了体现 外香酥 离软烂的口感 那么就要现炸现吃 在家里头做这道菜 可以多预制一些 先腌制 蒸烂 凉透以后 打上保鲜膜 放入冷冻 或者冷藏 做的时候取出来 挂护 来炸就可以 非常方便 鸡腿腌制的时间已经到了 咱们用水龙头 给它迅速地冲下去 把料给它冲掉就可以了 就这个状态 把鸡腿皮朝下 放入蒸锅 咱们盖上盖子 大火蒸制25分钟 现在来调一个 香酥鸡腿的护浆 盆里倒入玉米淀粉 加水给它调成糊状 这个糊调得不要太干 稍稍稀一点 咱们用手给它撩起来 这一条馅 这就可以了 在里面放点老抽 调调色 给它调成这个颜色 这样砸制的时候 鸡腿更加的金黄 鸡腿蒸制时间已经到了 把鸡腿剪出来 蒸好的鸡腿 薄薄地挂成一层水粉糊 所以挂太厚 薄薄一层 挂匀之后 咱们给它拎起来 让它控一控护浆 之后咱们来下入 七层热的油锅 挂了一层薄薄的护浆 是为了使这鸡腿 炸完之后外酥里嫩 同时可以锁住 鸡腿当中的汁水 先炸至两分钟 定型以后 先给它捞出来 带油温 继续生至七层热 咱们来复炸一次 油温升起来 咱们来继续来炸至两分钟 鸡腿炸至色热金黄 外酥里嫩 就可以给它捞出来了 关注我们明天见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 这两分钟 先看 吃 吃